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天猫 你来找我 看来今天太阳真是从西边出来了 对 今天太阳就是从西边出来的 说 找我什么事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你也想学我进宫放火 我才不要进宫呢 不过那个火我在城外已经放过来 不进宫 那我帮不了你什么忙 你能帮 我想让你帮我去打架 打架 和谁打 和谁还不能告诉你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我堂堂进军统领 怎么能干这种街头逗我打架的龌龊事情 真不帮 不帮 好吧 既然你不肯帮我 那我只能去找别人了 站住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不 太好了 我天天守着宫门晒太阳 也不见有个闯宫的 闲似小营 看小爷徒手劈了那个王八蛋 太威武了 包大人 为什么把我们叫回来 万一韩琪趁这个机会跑了 我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 他这时候不敢跑 叫我们回来 您一定有新主意了 包长 怎么样 帮我们的人 我都已经说好了 我要找驸马谈话 谈过之后他一定会苟急跳墙 然后杀人灭口 跟着他的杀手就能够找到韩琪 那我们怎么知道 谁是他的杀手呢 不难 驸马身边有禁军护卫 去哪里都不方便 只能找心腹之人办这些事 跟着他的心腹就能够找到杀手 好 我现在就去派人跟踪陈世美 不能是别人 你跟王朝跟着他 包大人 驸马可认识我们俩 就是要让他认出你们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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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礼物 包大人,您找学生是为何事? 找到韩琪了 那是有了韩琪的线索 秦湘连跑了 跑了? 包大人派人守在客栈门口 他怎么会跑了? 有人接应他们从窗户跑了 韩琪 一定是韩琪 不过幸亏包大人派人守在客栈 要不然学生就说不清楚了 说不清楚什么? 包大人肯定会怀疑是学生放了秦湘连母子 我为什么要怀疑驸马? 因为他们是在我手上丢的 驸马敏感了 本官怎么会怀疑驸马? 本官想请你一起查案 包大人 学生不明白您什么意思 熟悉韩琪的只有驸马 一日不抓到他 驸马一日就有性命之忧 免儿也是一样 本官更无法向皇上交差 可是包大人 学生不会查案 案子我来查 有些事情想请驸马帮忙判断 两个人的脑子总比一个人的脑子好使 你说呢,驸马 好 包大人的脑子一个顶三个用 有什么事情还能用到学生的笨脑子 如果你是韩琪 会带着秦湘连母子逃往哪里? 包大人 学生不是韩琪 不过学生倒想问问包大人 如果您是韩琪呢? 我也不是韩琪 不知道他们会去哪里 我只能想到他们不会去哪里 老家他们是回不去了 没错 老家肯定是回不去了 不过 大宋天下 他们哪儿都可以去 刺杀驸马是天大的罪 大宋天下 都会贴满集拿他的画像 他会怎么办 逃出大宋 逃出大宋 我们想到一起了 拖家带口是走不快的 我已经派人封锁通往边关的道路 他们逃不出去 一定会隐藏在开封城周围 驸马分析 我说的对吗? 包大人说的对 驸马 今天晚上本官想请你到开封府一起审问韩琪 审问韩琪? 今天晚上就会抓到他 包大人的意思是说 已经知道了韩琪藏在什么地方 驸马 驸马 亲口告诉包拯 韩琪的去向的 不是 是包拯逼我说的 他这是在跟我玩猫捉老鼠 冯王爷 据跟踪韩琪的人说 开封府正在四处张贴 通缉韩琪的告示 而且在各个路口 设甲盘查 韩琪他们现在藏在乡下 一时半会儿逃不到西下去 一定要抢在包拯找到他们之前 懂吗? 是 包拯 好 好 走 快 走 走 走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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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都不像有病那样 东妹 你慢点 别摔着 她的病好了 美好 你看 她和孩子玩得多高兴 一定是认出了他们 你们一家人在一起多开心 就多我一个外人 你和你男人好好说说 就放回去吧 包大人 学生想问一件事情 您知道韩琪藏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她藏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那怎么抓 跟着知道的人去 您确定能抓到她吗 驸马请耐心等候 如果不出意外 韩琪不久就会被缉拿归案 她们都睡了 都睡了 我们啥时候动身去西夏国 不走了 为啥呀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拿着画像 抓我的人 我们走不了了 那 那我们怎么办 不知道 我们现在只能待在这儿 我们会被抓到吗 对不住啊 他们都是按我说的 画了你的画像 我当时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我们是你的累赘 你把我们丢下 自己去西夏国吧 反正 银子你也拿到了 实在没必要 待在这儿陪我们一起送死 你看着我干什么 我说错了吗 她抛弃了你 欺骗了你们 你不恨她吗 恨啊 恨她为什么要帮她 如果你是两个孩子的娘 你就不会这么问了 可是她连亲生骨肉也抛弃了 一边是如花似玉的公主 一边是抚养两个孩子 长大的农妇 你会怎么选 答不上来了吧 比起她来 我更恨我自己 当初 是我逼她进京考取功名的 家里的农活一概不让她做 为的就是让她一心读书 一定要考取功名 我们也好跟着一起享受荣华富贵 没有当初 就没有今日 她说的对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可惜 种了这么多年的田 这个道理今天才懂 怎么了 回屋去 把门关好 我不叫你 别出来 我 快去 别怕 我知道你会跟着我 拿人钱财 为什么不替人孝宰 下不去手 下不去手 还做什么杀手 放他们墓子走 他们不会出卖驸马的 你现在去杀了他们 你现在去杀了他们 我放你走 逃到膝下 不要再回来 不 好 既然你下不了手 我替你下手 我替你下手 东妹 拿包袱 快 东妹 快 进去 快 来 别出来 还有一个呢 莫公子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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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走 大家快走 快走 快走 滚 毯髅 护好孩子 那笨女 你快一点 那儿 别 我说你这头笨驴 平时吃的比谁都多 连匹马你都追不上 药你有什么用 包大人 难道我们就这样坐着 一直等到天亮吗 驸马坐不住了吗 啊 包大人能坐住 学生就能坐住 驸马 本官有一个疑惑 趁这功夫 你帮着分析一下 包大人请讲 驸马的同乡接连毙命 本官派人去了驸马的家乡 军州查找当年的考生宗卷 你猜查出什么了 查出了什么 什么都没查出 当年的宗卷丢了 驸马 本官疑惑 为何单单丢的是本官要查的宗卷 其他的都在 有人做了手脚 什么人 为什么要做宗卷的手脚 学生 想不出来 宗卷只有一个用途 认证一个人的身份 偷了宗卷掩盖身份 唯一的理由 算上驸马 那年军州一共来京五个考生 三个被人杀害 他们的身份不需要掩盖 剩下的就只有驸马和秦湘连的男人 陈旺祖 驸马跟秦湘连又共同指认 陈旺祖就是韩琪 那韩琪的身份清楚了 驸马的呢 学生不明白 包大人是什么意思 本官也是疑惑 推来算去怎么是驸马成了没有身份的人呢 本官一定是弄错了 请驸马帮本官想想错在了哪里 这儿 这儿 别打了 抓住 别打了 停 都是自己人打什么打 杀手呢 我哪知道 他是什么人 找死 师父 我请您来不是来帮盗盟的 我看他一直在追你 我把他当成了歹人 坏人赶着马车逃跑了 赶紧追 你少这样干什么 骑我的驴去追 小姐 韩琪呢 好了 展大侠和张祖庸去追了 在他俩手里跑的 行了 别问了 一句两句我也跟你们说不清楚 那缅姑子呢 缅儿 缅儿 缅姑子 缅儿 可找到你了 快下车 来 快 来 来 驾 杜梅 快快 快 驾 驾 驾 走 走 走啊你 快走 走 快走 驾 咱们俩 一人没个孩子 赶紧走 包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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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不得人呢 没抓到 韩琪带着秦湘连跑了 跑了 怎么能让他们跑了 本来是十拿九稳的事 谁知道又出了节外生枝的事情 什么节外生枝 三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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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儿 三叔 三叔 缅儿 三叔 帮美兄弟 你还活着 陈世梅 你还好意思问我 你让韩琪把我打成这样 又让你家的刺客来厮杀我 百尼所赐 我差一点就死了 包美兄弟 这话我就不明白了 韩琪要杀我 怎么成了我的人 管家被我派去抓韩琪 怎么就成了杀你的人 你胡说 缅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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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哪儿去了 缅人 你要找你都找疯了 缅儿 没事 来而不笑 让您担心了 陈世梅 你就别在这装了 来 明明就是你要杀人灭口 我是跟着你的杀手 才找到缅儿的 我的杀手 包大人 请您定夺 秦相连的男人就是你 你就是陈望卒 我本来以为是韩琪 没想到你就是秦相连的男人 包大人 我府中还有些事情 先告辞了 我让你走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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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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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日我本来和小天猫一起去街上 去找他们母子 结果谁知遇到了驸马府的郎中 就是韩琪 他说驸马找我 我便跟他去了 谁想他不禁绑了我 而且还打我 我这脸上的伤全都是被他给打的 他问我秦香莲母子在哪 我哪知道他们在哪 我和小天猫我们也在找他们呢 结果他知道了真相以后 他说让我休息几日就放我回来 谁料过几日他竟反悔了 他带着秦香莲母子和被绑起来的我一起走 不过说来也奇怪 他天天想要杀我 但是对秦香莲母子还不错 笨蛋 怎么说话呢 要再敢这么说 我可饶不了你 端午 你跟嫂嫂先带敏儿回去 走吧 嫂嫂 你先走 来 走吧 你呀 包黑嫂 你为什么要放驸马走 我有什么理由不让他走 他杀人灭口了 那这不是理由吗 杀手呢 你们抓到人了吗 没有人赃俱获 陈世美就会有一百个理由说此事与他无关 我先走了 驸马爷 驸马爷 韩奇他们跑了 开封府的人跟着我找到了韩奇 咱们暴露了 我知道了 现在最让我高兴的事就是韩奇骗了我 包面还活着 只要就什么都不怕 驸马爷 您知道是谁救了韩奇他们吗 不是包拯的人吗 不是 包拯的人哪有这种本事 是张德林的人 张德林的人 张德林的儿子 金军统领张子庸 张子庸 他为什么帮着包拯救韩奇他们 是啊 我也在纳闷啊 这个人我跟他打过交道 年少气狂 悟空一切 他打心眼的就看不上包拯 不 他不是在帮包拯 他是在帮他爹 驸马爷是说 张德林救了韩奇他们 但他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啊 这些老奸巨华的东西 做了一辈子官 知道这么点东西算什么 我在他们面前就是赤身裸体 那张德林 为何要救韩奇他们呢 哼 这个老狐狸肯定是觉得 他把韩奇和秦湘莲攥在手里 就相当于攥住了我的命 秦湘莲突然带着两个孩子来找我 就是他一手密谋好的 挖了个陷阱 让我一步步走进去 冯马爷 那个武功高强的人是谁啊 什么意思 这个张子庸功夫在我之上 当时韩奇中了我一剑 负了伤 他完全有机会抓到韩奇 可是这时候冲出了一个武功更高的人 拦住了他们 韩奇才有机会逃跑的 武艺更高的人 这人不是您派去的吗 我派去的只有你一个 难道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们 我派去的 我派去的 你怎么了 我看看 手拿开 这么多心 你受伤了 我没事 放心吧 我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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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好 手拿开 拿开 不用 不用了 东妹 傻伤就干啥呢 过来给娘帮忙 伤得这么重 你咋不早说呀 忍着点 主人 驸马来了 张大人 驸马今天来 是不是上次给皇上拿的 音符的单子 皇上应准了 学生不是为了这件事情 那是为何事 张大人 您知道 我知道什么 我特别不喜欢 你们文官说话 绕来绕去 有话就直说 学生今天 给您送脑袋来了 什么意思 学生的性命 攥在大人手中 您要是想要 就拿去吧 学生隐瞒绅士 坐了驸马 犯了欺君之罪 本想亡羊补牢 却没想到 这窟窿 越不越大 你还隐瞒了 你还隐瞒了什么 令学一线 学生哪还敢隐瞒 你为什么把这个秘密 告诉我 学生哪有秘密 在您眼中 学生就是赤身裸体 有些事情 就算学生不说 大人 您也是知道的 我知道什么 韩琪和秦相连 快睡吧 这条路很隐蔽 他们找不到我们 到底是什么人在追杀我们 要做精神 我们还要翻山越岭 去西夏的路 我们还要走很长的时间 我说是什么人要杀我们 你说话呀 对不住 你已经想到了 何必让我说出来 是开封府的人在追杀我们 岑望祖派人救了我们 你想骗自己到什么时候 你要骗自己一辈子吗 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 他绝不会这么做 不会 只有杀了你 才能保证他的安全 那这么说 你一直都知道是他要杀我们 他要我 在路上 杀了你们 你在胡说八道 我不相信 你嘴里没句实话 你一直在骗我 大人 您把他们攥在手里 就相当于攥住了学生的性命 张大人 只要您放过学生 给学生一条生路 今后 学生愿做您手中的一把刀 您指向哪儿 学生就杀到哪儿 你怎么知道韩琪和秦湘莲在我手上 昨天夜里学生听说 是大人的公子从刀下救走了他们 你是说张子庸 除了他 除了他谁还有那个本事 除了他谁还有那个本事 我还以为他是个聪明人 有兵乱投医 这下子热闹了 可如果张德林和陈世美联手的话 咱们的棋不是白下了 这我都不担心 陈世美是个两面三刀的人 张德林不会和他联手 这回他自己送上门去 老夫想留他 也留不住了 秦县莲和韩琪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学生还没找到他们 包拯那边呢 丁烧的人说 昨天夜里看见包敏 被带回了开封府 还是包拯有办法 陈世美这只蝉 最终还是落在了黑螳螂的嘴里 咱们怎么办 叫上张德林 咱们一起做黄雀 敏儿回来了 婶婶 有件事 求您帮帮我 想穿新衣服了 喜欢什么颜色 婶婶一会儿跟你扯不去 你不会是看上哪家姑娘 让婶婶跟你说没趣吧 婶婶 我闯了祸 不敢跟我三叔说 您帮我求求情行不 你能闯什么祸 那你说呀 你不说我怎么求情啊 去年 我在陈县做县令的时候 陈县发大水 遭了灾 灾民都往城里跑 就跟 就跟当年咱们在端县一样 可是 我也没有那么多粮食 就跟大户去借 那些大户说 粮食不能借 只能拿灾民的地去换 那可不行 你三叔当年就没换 开始我也不答应 可他们死活不松口 我 总不能看灾民饿死吧 所以我就 我就 你就什么 我就答应了 可那些灾民不答应 说 宁愿饿死 也不变卖自己的土地 所以 所以我就 哎呀 你快说呀 你急死我了 所以我就带着 官吏跟牙医 去乡下应收地 收一块地 给一块地的粮食 有一些灾民他不同意 我就抓人 结果不小心 把人 给打死了 什么 把人给打死了 沈沈 你小声点 这件事可不能让我娘给听到了 我娘她最恨当官的欺负老百姓 让她知道 非得打死我不可 宁儿 这事朝廷上追究了吗 灾民闹到州府去了 本来呢 是知州大人 来审这个案子 恰好遇到陈世美做新差 巡查到陈县了 我和她呢 是同窗 她 她就帮我压了下来 可是 可是三叔她现在在查陈世美的案子 她要是把陈世美逼急了 陈世美肯定会把这事给抖出来 沈沈 沈沈 你一定要帮帮我 沈沈 沈沈 你怎么跑到这来找我 只有在这才能找到你 你给我起来说话 找我什么事 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你给我帮了倒忙 你还有脸问我怎么回事 昨天晚上那些人到底是什么人 除了我师父 都是坏人 你找我来 是给那个包拯帮忙 帮他就是帮我 都一样 不管你帮了谁 我都要谢谢你 好 那我问你 昨天晚上 你叫师父的那个人是谁 我既然叫师父 那当然就是我师父了 在哪能找到他 找他做什么 昨天晚上我一不小心让他占了上风 我不服计 输给他又不丢人 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谁 南侠展昭 江湖第一大侠 听说过吧 他是个骗子 江湖第一大侠怎么能交出你这样的徒弟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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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